小鹿 詞曲 曲 李宗盛 一下子 annual 劉沛 哈囉 我是小鹿 今天是我在關西旅遊的第三天 今天決定要去和歌山線 进行日游 从新大阪车站搭新盖线到和歌三线 其实非常的近 大概只要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哦 我的车子来啦 今天搭的这台特级列车叫做Ocean Aero 它这台车全部都是指定席的座位 所以想要搭的话 一定要提前去预约买票哦 现在要上车去找自己的座位 有几号列车它的后面 除了像这种一般的座位之外 其实还有那种观景窗的座位 还蛮少的 就大概可能七八个座位 这边的座位的话 大家谁都可以来坐 所以喜欢看着窗外欣赏风景便搭车的话 还蛮推荐可以来后面这边找一下位置哦 这次来到和歌三线的海南站 在这附近有一个非常异式风味的主题乐园 叫做Marina City 从车站前面的公车站 看大家公车过去大概需要十到十五分钟左右的时间 很快的就到站了 那这附近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没有什么建筑物 主要的话是别墅局多的感觉 还有像这种 像是度假村的大楼 Marina City呢它里面非常的大 除了有一些欧风的建筑之外呢 还有许多游乐设施 在这边呢 还有一个叫做黑潮市场的生鲜鱼市场 来到这边的话 可以吃到就是当地非常新鲜的生鱼片 从车站走过来大概三分钟左右的距离 已经可以看到对面已经出现欧风的建筑物了 本来以为来这边的话 门票应该不便宜 结果上网查了之后才发现 原来门票是免费的 但如果想要玩里面的一些游乐设施的话 就需要额外再买票 这边的气氛我觉得有点像迪士尼海洋的感觉 就是一些那种比较古式的欧风建筑 它游乐设施是集中在一块 那另外一区的部分的话就简单是这种欧风建筑的地方 想不到它里面还有开像这样子的园艺店 因为这边人潮其实并没有太多 所以每个地方都非常好拍照 每个角度看起来都是一个很漂亮的王美墙 走到这个角落不说话 我还以为我已经到了欧洲去了呢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边可以带狗狗来 所以就会有像这样子的水龙头安排在路边 可能让狗狗可以就是喝喝水 或是可以让大家洗洗手的地方 这边还有一些比较适合小小孩来玩的一些闯关活动 所以感觉这是一个就是亲子旅游的一个好景点 虽然来到这看到游乐设施的时候非常想要玩 可是因为今天的时间其实并不是太多 所以这一次就只是看一看 那以后有机会的话再来这边玩游乐设施 接下来想要走去黑草市场这边吃午餐咯 今天因为在这边附近的海滩上面在办夏季活动 所以黑草市场这边看起来人潮非常的多 黑草市场它是在室内的 然后它的装潢看起来比较有一点点复古的感觉 可以看到有很多像这样子的一盒一盒的寿司可以直接买 也有像这样子现点现做的小食堂 选择心还蛮多的 这边的寿司看起来都好好吃的样子 刚刚好像是午餐时间 等一下来挑一个自己想要吃的午餐 而且啊因为合格山县这边盛产梅子 所以在这边可以买到超多不一样的梅子酒 有些看起来真的非常的漂亮 然后这边的就是Mikang 橘子也非常的有名 所以可以看到很多跟橘子有相关的产品 因为我很喜欢喝美酒 所以决定从这边挑几瓶带回家慢慢喝 后来走一走才发现 原来还有卖像这样子的一个生鲜 这感觉是卖了 应该是带回家自己煮 或是去海边BBQ来吃 后来买了一盒自己想要吃的寿司之外 还买了这个就是现烤的扇贝 它上面还有放污泥海蛋 但是意外吃起来我觉得好像有一点点的普通 有点咸的感觉 吃饱午餐之后呢 决定在园区里面再晃一晃 等一下想看看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伴手里可以买回家 走一走发现原来还有这个水果醇 就决定进来看看 发现这边的店里面有在卖像是 橘子啊桃子啊 或是梅子相关的饮品之外 它旁边的店家还有卖像这种 现榨果汁 也有卖新鲜水果 或是切好的水果可以让大家吃 在这个玛丽娜City最特别的地方呢 它对面还有一个天然的温泉 最后决定想去这边泡一泡温泉 结束今天的旅程 因为温泉里面不能拍只好拍我的冰淇淋给大家看啦 这附近的外面就是海港 泡澡完去外面海港走一走 吹吹海风真的非常舒服 沿着海港走发现有这个夕阳白旋的地方 感觉应该是夕阳非常漂亮 可惜因为我现在来的时间还太早 没有办法看到美丽的夕阳 但像这样子可以看到美丽的大海也是非常的不错 因为晚上我就要搭新干线回到东京 所以其实今天在这边并没有办法玩太久 以后一定会再找时间来和歌山线这边深度旅游 回程的路上经过它海边这边的夏季舞台 看到这种就会觉得非常有夏天的感觉 当天的天气真的非常的热 实在是很佩服可以像这样子 一整天站在海边参加活动的人们 走完下这个行程 我就要准备再搭公车回去海南站 影片中算看起来很短 但其实我在这边也待了大概有五六个小时的时间 本来很期待回程的时候可以搭到像是去城同一台的车 但是意外来的是并不一样的车子 我只能搭去城银厅 抵达新大阪站啦 在这边已经是要准备搭新干线的地方了 了快去买一些伴手煮 准备带我去东京慢慢品尝 这个烧麦听说非常的有名 这次决定带一盒回家吃 还有这个小小冰的香蕉蛋糕 这个是关西限定的 他在东京的话是完全买不到的 这个赤福虽然很甜 但是我非常的喜欢 只要有看到的话 我就会买一盒带回家吃 大阪关西的三天旅游就到这边结束了 还是想要再继续多玩几天 可惜隔天就要上班 最后在新干县的贩卖部 挑了一盒寿司还一罐啤酒 决定在这边吃晚餐 结束今天的最后的旅程啦 谢谢大家今天的外看 下次还要来看我的影片一起旅游去吧 大家拜拜咯